了解 我这篇准备好了 天心 你一会儿把你看到的事情记录下来 小语 你现在要专心地听我说 身体尽量放松 呼吸尽量轻 尽量吸 感觉你的手和脚 没有了重量 泡在水里 再浮 再沉 然后到你的腹部 胸口 一直到头部 尽量放松 等我数到三的时候 你会进入深层睡眠状态 一 二 三 凡 二 金 三 三 十 十 三 三 吹 两 三 三 二 三 你现在看到什么了 我在一个 什么也看不见的地方 有光吗 没有 那你 四周围看看 有没有熟悉的东西 我踢到个东西 你踢到什么 是个小孩的鞋 女孩子的 但是只有一只 那另外一只呢 我看到一个小朋友 女孩子 你认识她吗 我不知道 我要走近一点 妹妹 你为什么哭啊 我看到她了 我看到她了 你看到她了 就是她 小语 你不要害怕 你往前跑 一有机会 就看进出她的样子 好 是 她没有追过来 那你去追她 我不 你不要害怕 有什么事情 我会来救你的 外面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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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这样 小语 你听我说 我现在数到三 你马上起来 一 二 三 小语 小语 天哪 小语 小语 谢谢 行喝点东西 你真的能讲话 是啊 太好了 你可以告诉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吗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刚才我看见小语的情况这样 我就觉得很激动 就很想把她带离开那个墓 就是这样了 你的意思是 你可以看到小语的梦境 看到一点 怎么可能看到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 我都不知道算不算是看得到 但是我真的能很确切地感受到 小语的梦里画面是怎么样的 就好像你之前跟我说的 可以看到别人的真面目 嗯 对啊 不过我以前不能说话嘛 所以不能跟你解释 总之我不是用眼睛去看的了 不是用眼看 那你用哪里看 嗯 大概是这个位置 这里 但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松果体 李医生 李医生 你能说话实在太好了 嗯 这样对你的报告也很帮助 嗯 谢谢李医生这段时间照顾我 嗯 其实我没有做什么 反而是高开 高开他很辛苦 哦 对了表姐 松果体是 松果体 是人类脑部当中最小的分泌线 也是人体里最小的 所以它是很容易被疏忽的器官 它的位置大概在这里 这样不就是 对 很多一些神像的图画 天眼的位置 那也太神话了吧 其实一点也不神话 松果体的细胞 结构跟非哺乳动物 眼睛的感官细胞很接近 所以有些人说 人类本身有第三只眼睛 但不知道为什么 退化没有了 只剩下一小部分的人 这个器官还有感知能力 那是不是第六感 可以这么说 这个问题我们下次再探讨吧 你也累了回去休息吧 对了表姐 小语的情况怎么样 她经过催眠之后 对她的震撼实在太大了 刚刚一直不肯睡 打了镇定计 才把她安抚下来 这么 怎么了 我想跟一个很重要的人见一面 见完面我会跟你解释 现在麻烦你 帮我照顾一下天心 没问题 你在这里等我 我很快就回来 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讲 嗯 我先走了 好 高先生 要不要叫你什么喝的 不用了 对了 小语今天情况怎么样 看来你真的很关心小语 那当然了 还有小语的秘密 你没有公开吧 你放心 我是个很守信用的人 对了 你还没回答我 小语今天到底怎么样 还是一样 没什么改变 没什么改变 那你约我出来什么事啊 你是个专业的药剂师啊 是啊 那又怎么了 我有一个药物的问题 想要问你 这个叫做本二氮瓶类的药 到底有什么作用 你从哪儿弄到它 是小语给你的吗 差不多 其实 是你让我发现的这个 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我知道 你不是小语的亲生父亲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你昨天跟我讲了这么多小语的事情 可是却没有提到这个 是 我的确是小语的继父 那又怎么样 重要吗 那我们说点重要的 小语的母亲 是自杀而死